欢迎回来 今天是小年夜 应该有不少人准备要返乡了 今天天气状况如何呢 时间削个熟利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好啊 今天是小年夜啊 没错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春节期间的天气到底是如何 我们说这春节期间 当然是先湿冷后干冷 那么而且要冷很久哦 首先从这个色调强化的卫星云图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现在整个台湾的天气 一来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 二来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所以现在几乎全台各地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冷好 那么以现在来看的话呢 您可以发现 从这个可见光的卫星云图 就可以发现 全台各地云多多 不是天黑黑 不就是冷好 只有在嘉义沿海这边 深深透一点光 那么今天就会如何呢 我们就要从雨区预报来告诉大家了 从雨区预报 有没有看到今天的白天 今天的晚上 没有错 今天可以说呢 是在在过年期间水气最多的一天 那么全台各地都有雨 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呢 事实上气象鼠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以现在的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就在河欢山 那么目前呢 其实使雨量比较大的 分别是在高雄还有台南的大内 那么因此从这个雨区预报 您就可以发现目前的气象鼠针对呢 基隆别海岸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另外事实上呢 在中部以北啊 在山区的部分 其实呢局部也注意会有大雨 那么也因为今天的水气风配 今天到明天水气风 所以啊 如果温度配合的话 在三千到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其实是会有下雪机会的 当然这一波要冷很久 到底冷多久呢 我们就从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预报 这一个礼拜的天气预报 还有温度曲线图来告诉大家 首先呢 北部地区您可以看到 这分水岭在哪里 没错就在年初二 所以在年初一之前啊 北台湾啊 是都会有下雨机会的 尤其今天的小年夜 还有明天的除夕 那么又湿又冷 今天呢 北部地区高温不会超过十五度 所以啊 这个天气上来说是非常的湿冷 明天来看的话 冷空气又更强了 所以明天你可以发现啊 除夕这一天呢 高温十三度 低温十一度 那么初一之后 世上降雨的范围 就会从啊 这个湿冷转为干冷 但是真正的阳光灿烂 就从初二开始 所以温度曲线上来说 年初一慢慢的缓步回升 可是呢 您可以看到 在这个年初五之前啊 整个北部地区的温度 不会超过二十度 都是只有十九到二十度之间 低温的部分 因为后面干冷之后 要注意有辐射冷却的效应 所以也不排除低温 还会更碳底 所以这一波来看的话呢 在北部地区的最低温 将有机会下碳十度左右 日夜温差非常的大 也提醒要多注意了 那么中部地区呢 中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 这分水岭是从啊 这个初一就开始了 因为呢 小年夜跟明天的除夕 在中部地区都有下雨的机会 也是相当的湿了 尤其明天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啊 这个中部地区低温只有十三度 高温也只有十七度而已 后面从年初一开始转为干冷 那么最低温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关系 所以在年初三有没有看到 中部地区的低温 有机会下碳到十度的低温 但是日夜温差就会都超过十一十二度咯 那么至于啊 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也是同样的趋势 年初一之前冷吼而且湿冷 但是后面呢 要注意了 南部地区因为辐射冷却现象的关系 所以呢 最低温反而是在初一初三 您可以发现都是只有十三度哦 哦 又够冷的 但是呢 太阳一出来 温差也都有十度之多呢 那么东部地区呢 因为啊 算是呢 迎风面 所以同样的在初一之前都是会下雨的 那么呢 初二开始呢 天气转为干冷 但是要注意转为干冷之后 辐射冷却的效应 恐怕会为东部地区带来更低的温度呢 所以最后 无论如何 熟丽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了 今天小年夜 明天除夕 如果说要采办年货的话 当然东西冷吼 听一打个要带伞 而且加强保暖了 那么现在大家都要返乡过年 无论如何呢 请大家啊 小心行车 因为天雨路滑 还有年终大扫除 如果有要洗东西的话呢 不管洗衣服 或者洗东西 恐怕呢 就要把除湿机打开 因为不可以当过年哦 时间再交还给运寒了